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22 2005年的Paper 2第六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看完題目 它就說Figure顯示了Graph Y等於AX二次加X加B 它就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以下有四個選項 在這四個選項裡面 你會發現分別在形容A和B的Value 究竟是大於零、小於零 即是正數、正負數 我們未做這條題目之前 我都很貼心 現在的科技很先進 但我現在按按鈕 在我除分筆記裡面的圖 我都很貼心地放出來給你 而事實上我也要提提你才做這條 否則你就會忘記了 首先我想說這兩張圖 分別都是一些二次下數 quadric function 看到嗎 一個是向上開口 一個是向下開口 而事實上怎樣看它向上還是向下開口 其實我拿著紅色筆 其實你在看這個A位 如果這個A 我用黃色highlight 如果這個黃色A位 是大於零 的話 拋物線就會向上開口 英文就叫open upward 至於如果A位 我拿著紅色筆 即這個位 它是小於零 我用黃色highlight 即這個位是小於零 的話 它的圖像就會向下開口 英文就叫open downward OK 好了 現在你看看這幅圖 你會發現這幅圖 看不看得到 它現在這個位是向下開口 即是很明顯 這個A 其實一定是小於零 即是這幅圖 即是後者 A是小於零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我的A是大於零 你都可以這樣先 這個A大於零 你都可以這樣先 是吧 至於 那剩下的 是甚麼 A是小於零 和A是小於零 即是這兩個答案 C和D應該留在這裏 可以嗎 再缺一高下 B是小於零 還是B大於零 它有個分別 那我們怎樣看B 不如我提你 好嗎 看不看到現在 我的兩幅圖 這裏有個C 為甚麼這裏的高度是C 原因很簡單 我拿著綠色筆 你可以當這一點是0Y 是吧 如果你當它是0Y 因為這一點 綠色這一點 其實就是在這個綠色的拍物線上 0Y這一點是在這個綠色的拍物線上 所以其實你便可以濕下去 帶回到這個方程度 LFNSR和RANSR是否一樣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Y就繼續是Y X就零了 這些X就零了 即這裏全部都是零 剩下C 所以這一點就是零C 所以為甚麼這高度就是C 就是這樣 言下之意我想怎樣 現在做一次給你看 好嗎 其實你會發現 今次我見到這裏有個Y Intercept 這個我是不是不知道座標的嗎 不是兩個都不知道的 X是零 沒有移左沒有移右 Y當然是不知道 那我就繼續寫Y 好噁心 就是0Y 可以嗎 意思是上 如果我這樣寫的情況下 不如我叫這條比例做星星 做一次給別人看 如果是Long Quack的話 那我就會說 sub0Y 就落到星星那裏 如果這樣 sub下去的情況下 那麼Y就繼續是Y 是嗎 好了 A照寫 X就是0 即是0的二次 再加X X就是0 再加B 所以換句話來說 Y就等於B 好了 即是現在 這條 這個Y位 可以更新它 就是0B 好了 而在圖像上面的 meaning 顯示 圖像上面的意思 你會不會看到 其實這個是正數來的 這個高度是正的 是不是 退上去就是正 所以言下之意識 是什麼意思 就是B 就是一個正數 是吧 B就是一個正數 所以如果你說B是負數 你都可以這樣 所以正確答案 肯定就是D 因為他說A是小於0 而B是大於0 可以嗎 所以換句話來說 正確答案就是D OK 好了 查查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謝謝